客家子弟异地落地生根却不忘本 感动时刻 今天我们来到印尼 这一回呢 我们的镜头记录的是客家人汤崇元 姜淼城 他们两个人开了一家客家餐厅 请来了客家师傅来掌厨 当然包括了招牌菜 梅干扣肉 客家游击等等 每一道菜都让当地的客家人 回味无穷 他们还追本溯源 找到了很多客家传统料理 深获好评 大火快炒 韭菜爆香 面条炒得蓬松可口 客家油面准备上菜咯 满洲的菜肴 都是印尼当地的客家美食 光是看到就令人垂涎三尺 美味佳肴 一道接一道 印尼的客家味烹调方法一样延续传统 有道地的梅干扣肉 也有油油亮亮的客家油鸡 别小看这油鸡 可是印尼客家人过年过节 拜神祭祖不可或缺的家乡料理 两位客家老板合资开设了立员客家餐厅 为的就是让当地的客家人在这里聚首画家长 也能尝一尝家乡古早味 这里让客家人可以连续情感 也让正统的客家料理能在印尼飘香 刚好是我们几个人 大家是客家人 如果有贵客来 在别的地方吃 不如在我们在这边吃 也是宣扬我们的客家的 家乡家乡家乡的味道 用了很多印尼劳工 对于族群融合 他们也有功劳 只是厨房里有印尼籍的厨师助理 但掌厨的大掌柜 坚持要请客家师傅烹调 就希望客家味不会走味 就是我们来介绍我们家乡的菜 使得他们知道 我们家乡的菜也是可以给煎煎吃面 不过说到客家菜 不可或缺的姜丝炒大肠 在这里却变了样 变成了姜丝炒牛肉 不是标新利益 而是因为回教徒多 猪大肠很难取得 因应当地民情 姜丝跟牛肉也能碰出好滋味 在这里除了强调道地和传统 他们还要求追本溯源 把客家源头的料理也带进印尼 香味扑鼻 味道鲜美 总是能让大家胃口大开 汤丛园将秒成 为了理想而坚持的客家精神 让客家美食也能在印尼发扬光大 南洋暖暖的微风 飘散客家浓浓的气息 是客家游击的熟悉 是梅干扣肉的依恋 入境随俗 姜丝配牛肉 也是客家子弟的心意 是最深的感动时刻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